大家好,我是Pyga 和大家分享一宗最近的新聞 是關於一位年輕女性的事 在2024年9月4日 年僅27歲的高潛末里 在東京都千代田區的住宅公寓範圍裡被發現過身 推測就是空中非人 她的離世震驚了社會 特別是她曾經參與政治活動期間 所遭受過的網絡公審、社交媒體等 排山倒海的網絡暴力 以及圍繞在她私人生活上曾經申請生活救濟金過活的誤解 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而高潛末里的悲劇 也是一宗體驗了個人如何被網絡的力量壓垮的現實 高潛末里原本被日本政黨國民民主黨 選中參選2024年4月 東京第15區眾議院補選的候選人 本身高潛末里也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女性 畢業於日本名校慶應義塾大學 曾經也是東日本代表闖入2018年日本小姐決賽 也做過廣播員 這樣的背景應該會成為她在政壇發光發熱的資本 但當時突然有一則關於她曾經在夜間走廊工作的報導 改變了她的政治生涯和命運 即使日本的粉紅性產業是盛行 但社會對於從事夜間娛樂行業粉紅性產業的女性 她依舊有著一個很強烈的偏見 即使高潛末里在她的社交平台上 很誠實地坦然自己的過去 以及表示這段工作經歷 是她在經歷經濟困難的時候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但各界的反應都不太賣賬 而隨著媒體的報導發酵 很多輿論也是將她的職業背景和道德掛勾 社交媒體上的攻擊性言論鋪天蓋地 很多政治KOL當時都是當這則新聞是茶餘飯後的話題來批評 而且媒體後來揭發高潮末里曾經是靠社會救濟金過活的 有很多網民就在社交媒體上再次對她這個過去曾經是靠救濟金過活的問題 進行了一個很猛烈的評擊 這些攻擊主要集中她是涉嫌曾經申請救濟金過活 並且在夜間酒廊工作 指責她是否不正當申請救濟金 質疑她是否明明有收入但欺騙政府 這一切的醜聞最終導致國民民主黨在選舉公告前夕 取消了高潮末里的供應候選人資格 這個國民民主黨的主席玉木熊一郎就表示 因為高潮末里曾經有涉及到違法行為 並不是因為她曾經做過這個酒廊的陪酒妹而取消她的資格 意思就是說她懷疑高潮末里涉嫌非法申請救濟金 雖然高好喬多次公開澄清這些指控是不屬實的 申請社會救濟金是由於高潮末里的父親經營的公司倒閉 家庭陷入財政困難所導致 而且她自己是未有一邊工作一邊申請救濟金過活 但這些言論就未平息到網絡暴力的浪潮 而最終社交媒體的語言暴力成為了壓垮她最後的一根稻草 高潮末里出生於1996年11月12日 父親是經營公司 一家住在東京都市中心 環境相當富裕 但到了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父親經營的公司倒閉 家庭陷入財政困難 後來由市中心的豪宅搬到社區小公寓生活 為了生活 父親當時只可以申請救濟金 而媽媽也是由每天拿著Benz到處走的家庭主婦 跌落到一般階層的生活 這個環境的轉變也是令高橋的媽媽性格變得很古怪 曾經甚至乎是自盡未遂 但家庭的經濟運動就沒有影響到高橋末里 她最終是努力讀書背負著接近一千萬日元的學態 考上了日本的名校慶應大學 畢業後工作幾年代表國民民主黨參選 當時她對外界表示自己在長時間經歷過貧窮階段 也努力地改變過自己的命運 她希望可以從政去幫助日本的年輕人 但可惜社會對於她的過去沒有太大的包容 其實日本社會對於生活救濟金的制度 存在著莫名的偏見 高橋末里的家庭曾經在經濟困難的時期 依靠救濟金過活去度過難關 而這個事實就成為了她被輿論攻擊的重要話題 生活救濟金的制度本來就是為了保障公民 在經濟困難的時期的基本生活需求而設立的社會福利制度 但很多人對於申請救濟金的人 往往就會視之為社會寄生蟲 是會對這一類人貼上懶惰者的標籤 某程度上會受到社會歧視 很多人認為這些人沒有工作 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去養他們 他們會覺得自己辛苦工作又要交稅的時候 會覺得心理不平衡 就要選擇去評擊這一幫申請救濟金的人 另外在高橋末里的案例當中 社會對他的攻擊主要集中 在生活救濟金不當申請的指控上 根據日本的生活救濟金制度來看 其實就算申請救濟金 當時人也可以做事 只要收入未超過戶籍登記地區的政府 所定下的最低生活標準 是仍然都有資格領取救濟金的 除非你是申報不實或是故意隱瞞收入 才會被視為不當申請 但高潛末里的情況 是他自己也多次澄清沒有這樣的事 而且另外大眾還有一件事先入為主的觀念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有些消息指出 有很多外國人在日本生活的時候 入籍日本之後 是非法申請日本的救濟金過活 但他們其實是有利用自己原本國家的人物 在做一些網絡生意是賺到盆滿半滿的 但當然這筆收入是不會向日本政府申報的 很多人是 然後就另外申請日本政府的救濟金 過著一個是風衣足食的生活 那這些情況的話 就是政府沒有做好把關的責任 另外也是有些網絡上的人 會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怎樣去利用政府救濟金 游山換水的資訊 所以造就一般大眾對於申請救濟金 這件事都是有負面印象 就片面地將高潔末里的情況 視之為道德的問題 加以猛烈評擊 除了是對於生活救濟金的誤解之外 高潔末里過去在夜間酒廊工作的經歷 都成為了這個輿論的焦點 就算這段經歷只不過是一個人 在經濟困難時期尋找生活出路的選擇 但都會被日本社會放大為是道德問題 即是日本社會長時間以來 對於一些從事夜間娛樂性行業的女性 都存在著嚴重的偏見 和會對她們污名化 這些女性經常會被視為道德有瑕疵或低賤 無論她們的工作內容是否合法 社會往往都會對她們投意一個是異樣的目光 即是大家看看一些知名的粉紅女演員 退役之後轉行做時裝都會被評擊 更何況是重征呢 這就成為了高潔末里在政治道路上遭遇到重挫的原因 導致她失去供應候選人資格 同時都令自己走上絕路 在高潔末里事件之後 這個國民民主黨的黨主席 欲目紅一郎都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希望媒體尊重高潔末里 就不要大肆圈掩這件事 但這番言論在網絡上有很大的回響 就認為她非常冷淡 好像事關不己一樣 有人會認為這個欲目紅一郎都是造成悲劇的原因 因為高潔末里本身在網絡上 都算是一位有七萬多人追蹤的網絡紅人 但當時國民民主黨就將她的參選資格取消之後 某程度上認證了當時世間流傳的醜聞是事實 一時之間令高潔末里的工作量大減 面臨一個重大的社會壓力 這班網民說的話都沒錯 但這班網民何嘗又不是兇手呢? 以上主題內容就到這裡結束 大家對事件有什麼意見都歡迎留言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